一招教你建立98%的假劳力士 还有2%你不一定学的会 这只劳力士游艇是相当的热门 假表也是非常的多 今天一招教你学会分辨假劳力士 首先拿过手表顺时针调时 看看日益是不是顺跳 感觉是不是特别简单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国产基金也都是复刻劳力士3135基金 也是顺跳的 没什么用 但是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看旁边12点位置的logo 中间的开口 如果是扁平的樱桃小口 两侧是圆弧形的 那就是正平了 像这样左右两侧比较尖锐 中间开口比较大的 铁地是假货 国内的制表工艺又上了一个台阶 以前的繁品都是采用贴板基金的 现在做的都是1比1复刻的 不是所有的3235基金 都是劳力士出品的 也有可能是丹东 你看这些自动轮 都是真的可以用来算调的 百轮位置呢 采用的是栏杆油丝啊 这个快慢夹朝外的是丹东基金 朝里的是上海基金 现在还有很多的表友分不清 基金是真是假 劳力士基金啊 只要看到有这个快慢夹的 肯定是假货 正品的话是在百轮上 有一个微条螺丝的砝码 基金的做工啊 相对比较粗糙一点 但是该有的标志也都有 但是多一个独立编码 这是什么意思呢 人家又看不见 令我没想到的是 表盘居然也采用跟正品一样的结构 无盘角结构 直接把它卡在基金上 表友们千万不要买到这样的繁品啊 有需要禁定的朋友啊 可以在评论区发图 我们一起交流跟讨论 感谢各位 我是钟表将飞秒 感谢观看 记得关注再走哦